我看这个机器人长得有点诡异啊 啊 让机器人来解魔法 机器人能解答吗 对呀 对呀 这机器人有点承动呀 这个机器人要挂了 啊 机器人快点发疯了 屏幕前再多的小伙伴们 应该都有解过魔法吧 这魔法对于普通人来说是特别的难 但是对于专业宣布人来说 那是清洁送送送送送送的事 对不对 一路不问小伙 就在马路上捡到了一个魔法 这是怎么解都解不开啊 这个小伙竟然精神错乱了 为什么要看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嗯 捡到了一个魔法 啊 这就拼出来了 果然不是 哪有那么简单啊大哥 哎哎哎哎哎 解不出来还着急了 啊 跑回家了 要仔细研究一下 一通乱扭 哎 果然又没解出来啊 这有男的吗 啊 不是吧 魔法都被他给解散了 哎 既然解不出来就不解他了呗 哦 不是吧 这三朵就弄了 啊 哎呀 那边离谱了 啊 变成小狗了 哈 变成车吧 感觉这位大哥挺执着的呀 就想把这个魔法给解放 啊 咱们还能解放 咱们解放方法 哦 上网搜解魔法教程 还挺聪明的嘛 咱们跟着教程一起来解一解 啊 这教程感觉挺简单的 哎 哎哎哎怎么躲出来一只手啊 怎么 啊 啊 啊 四十成一起解 啊 不是 不是 啊 啊 魔法悬浮起来了 别告诉我这是个魔法世界 啊 不是吧 啊 电脑主机毁了 嗯 嗯 发现了堵机信片 嗯 把它装在机器人身上 这手干嘛 我能让这个机器人找到有点诡异呀 啊 让机器人来解放吗 这机器人能解放吗 啊 等一下 我等一下 这这这这机器人有点疼动呀 嗯 不是吧 这机器人要换了 啊 啊 机器人被人发动了 哈哈 哈哈 直接把房子给拆了 哦 不是吧 这房子是怎么做的 啊 哦 机器人跑走了 啊 看来这魔方是解不开了 啊 把魔方扔在海里了 这就走了 真的放弃了 不过这结局看起来没这么简单了 哎哎哎哎哎等一下 哎不是吧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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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别告诉我魔方自己把自己给解开了 这故事的结局太启发了吧 我的小脑都回缩了 老子哥 你们敢相信这竟然就是结局吗 如果你也喜欢这一期的奇葩视频的话 记得热片别的小伙伴哦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